黄浩然在近日TVB热播剧《家族荣耀》中饰演《背着妻子珍》 新杨西瑶饰演出轨间与小三育友私生女的有钱人马耀祖 完全把花画公子一脚演绎的入行入阁 不过现实中黄浩然却是圈中有名的爱七号 她跟太太墨佳佳结婚16年 更贴出旧照庆祝结婚纪念日 黄浩然已入行25年 现年46岁的她入行初期参与过不少的电影 更不时与大明星合作 黄浩然凭着一副俊美的外貌更被封为小张国荣 拍摄多部电影大多饰演配角 其后多年终于在《借宾》中首次出演男主角 可惜电影票房惨淡 让黄浩然决心幻战电视圈发展 在电视圈打拼多年 黄浩然却依旧是万年难二 直到经典作品《经国枭雄之一海豪情》的一奖 获得2010年的《飞跃进步》男议员奖 之后前路渐渐一片坦途 更成为了TVB力捧小生之一 黄浩然当年终于等到上位的《千载难逢》了好机会 在TVB台庆剧张保仔担任男主角一角 此时黄浩然却不幸患上相当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被赛特视症 最严重是有机会导致全身溃烂 为了身体之想黄浩然只好放弃演出机会安心养病 其后男主角落在洪永城手上 而黄浩然再次丧失机会 黄浩然患病兼性的太太墨家家一直在旁的照顾 入行多年从没有绯闻 她跟太太因拍摄《新扎师妹三儿》认识 黄浩然太太是圈中有名的造型师 其父亲更是马主莫英如 有传身家过已拥有多层豪宅及物业 因此黄浩然名副其实是一位豪门驸马 婚后二人育有两名儿子 一家四口幸福美满并不时被拍到全家同游的照片 黄浩然患病而被逼停工一年多期间 太太悉心照料不离不弃 使她抗病成功 康复后 黄浩然决定以家庭为重心 而减产多花时间陪伴家人 二人婚后多年依旧恩爱 但曾出现过婚姻危机 黄浩然太太墨家家在2018年有传 与一名已婚男士友非比寻常的关系 并提出二人的亲密合照 当时传媒向黄浩然追问一事时 她历称太太即为太太澄清 更以一笑置之的态度回应 面对此事后 二人反而更加安爱 日前 黄浩然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16周年 情人节 元宵节快乐 每一天都要快乐 THX My Love 珍惜和你走过的每一天 我爱你 也祝愿大家甜甜蜜蜜 身体健康 幸福满屑 向太太的深情告白 感激太太共度16年 1975年 黄浩然出生于香港 在读大学时期 她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平面模特工作 当年导演杜吉峰正式在杂志上看到了黄浩然的一组照片后决定与之签约 并以1996年的电影《十万火急》将她推向台前 后来黄浩然又陆续参演了《非常突然再见阿郎》《孤男寡女》《激动部队》等多部迎合印象电影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 莫过于《蜡手回春里》为了追求张伯之最后整容整成帅哥的叫画子 以及《钟无燕》里爱上了由齐轩王假扮的北宫娘娘的吴启将军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部戏里 她的福利就是稳了扮演齐轩王的梅艳芳 2003年 黄浩然或导演麦子善利捧 在大牌云集的动作电影《黑白森林》中扮演七喜的儿子可乐 《西奋之众》等同于男一号 两年之后 她又在麦子善指导的另一部电影《戒冰中单纲男主角》 并与宁静以及吴嘉隆等人合作 2003年可谓黄浩然演艺事业的高峰期 这一年由她出演的影视作品多达11部 到2007年这四年间 每年平均6部作品完全不是什么问题 后来内地导演赵宝刚筹拍以梅艳芳生平改编的传记类型电视剧《梅艳芳飞》时 黄浩然凭借极高的呼声成为了剧中扮演张国荣的不二人选 从而为更多内地观众熟知 而她小张国荣的雅号也慢慢在内地传开 从影以来 黄浩然参与过许多票房口碑双丰收的香港电影 可一直半子不红 2007年开始 她决定转战TVB进军电视剧领域 并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夺得TVB四三周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飞跃进步男议员奖 在TVB时期 黄浩然贡献出了许多可圈可点的角色 譬如当狗爱上猫中的鹰海亮 碧血颜消中的胡亭轩 大太监中的姚双喜 去年她在多功能老婆中扮演的上剑雄也十分抢眼 然而随着TVB电视剧在内地的传播度和影响力普遍不如从前 黄浩然未能引起外界对她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内地观众 不过2018年她在网剧冒险王魏斯里之蓝血人中塑造的大反派洛卡 倒是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这个角色再次证明了黄浩然全是邪魅恶人也完全不在话下 无可否认 黄浩然的起点真是很高 一出道就得到了杜吉峰 麦子善以及王晶等电影圈前辈的关照 有人评价她拥有如此顶级的资源 但在演艺圈的发展却普普通通 实为不思进取 为此黄浩然回应道 自己其实是一个容易安于现状的人 有时不懂如何争取和把握住机会 目前要战胜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 为了寻求演艺事业的新突破 如今黄浩然结束了与TVB的专属合约 转头股天乐旗下的经纪人公司 实行电影电视双轨发展 其实黄浩然缺的不是演技 而是一个得到亿万观众认可的机会 重回电影界 无疑是她当下最佳的选择 比起事业的低调 黄浩然的感情相对高调那么一点点 2002年 黄浩然在拍摄《新扎师妹3》的时候 认识了墨佳佳 当时墨佳佳是这部剧的造型师 两人因为工作认识 经常会就拍摄细节开会讨论 而墨佳佳的旧夫因为知道他们都是单身 还一度想要出手撮合他们 可惜遭到墨佳佳的断然拒绝 原因无她 皆是由于黄浩然那时贵为电影新生代 前途备受看好 而墨佳佳只是一个普通的幕后工作人员 对于要和大明星相亲一事 自然会觉得心中没底 然而黄浩然却不是那种大摆架子的人 当与墨佳佳日久生情后 两人便自然而然地坠入了爱河 只是由于她太过无微不至 让许久没有感受到如此温暖的墨佳佳 很是怀疑她的动机 毕竟在她看来 世界上没有男人会好到如此 直到有一天 黄浩然亲手写了一张卡片向她求婚 墨佳佳才发现自己真的捡到宝了 感动之下 她看着那枚结婚戒指大哭到说不出话来 不过黄浩然和墨佳佳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差距 早前有传黄浩然父亲在西环开海味店 实际上 她的阿姨和姨丈才是老板 而皇妇只是个小巴司机 墨佳佳就不同了 爸爸开过食品公司及电影制作公司 现在主力搞成药及医疗用品生意 但在香港墨坝就有三个豪宅 市值1600万的顶峰大厦 市值3000万的惠景园 以及市值1400万的风铃格 而且没有贷款压力 房子都已经供完 其中风铃格给了墨佳佳和黄浩然住 就连黄浩然平时开的宝马车都是岳父公司名下的 即使两人家庭背景差距很大 这位伊万富马爷还是深得岳父喜爱 甚至被当亲儿子对待 但黄浩然依旧会交房租给岳父 哪怕好好做伊万富马爷就不用日拍夜拍那么辛苦 他还是坚持经济独立 而无论工作多还是少 墨佳佳都全力支持 据说墨坝如此爱惜黄浩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他们在一起之后 墨佳佳和家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婚后 黄浩然与妻子育有两个儿子 黄浩然私底下非常低调骨架 结婚16年 他堪称非文绝缘体 媒体从他身上挖掘不到太多的东西 曝光度相对其他伊人自然就要少很多 2013年 黄浩然在拍摄电视剧时 有记者在TVB公司遇到过他 只见他的样子很累很憔悴 后来 黄浩然被确诊患上被赛特视症 因喉咙溃烂无法进食 吞咽 每日只能掉眼水 甚至有失声 眼睛发炎 视力模糊等情况 只好向TVB请假几星期留院治疗 期间太太一直在旁 无微不至的陪伴照顾 对她不离不弃 病狱后 她也意识到健康及家庭比什么都重要 自己没病之前只会去想家庭及事业 但当我病后发觉原来家庭 事业及健康都要取得平衡 要用身教形式令孩子都领略得到 据说黄浩然的两个儿子非常有活力 热爱探险 有时候去郊外航山 两人很喜欢故意走一些看似没路走的路 需要不开草丛才可以走 由此也启发了她 令原本工作上安于舒适区的黄浩然 终于决定踏出第一步 她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喜欢改变的人 非常保守 早前签了新公司 是受到儿子的启发 希望趁自己还有气力时做些事情 发掘出不一样的自己 也希望两个儿子知道爸爸永远和他们同步 入行以23年的黄浩然或许命力缺少大红大紫的运气 所以每当有机会可以冲刺一下时 总是遇到各种意外 不过在黄浩然心中 家庭的重要性显然大于个人得失 工作常做常有 知心的伴侣千金难买 当然 努力不会白费 只要用心钻研角色 观众的心中总会有她的一席之地